他不就是大boss嗎 我知道嘛 他被腰斬啊 對不對 你看 我就說我有看吧 什麼我都不知道 還是知道一些東西的 哎呀什麼爆雷 沒有啦 沒爆雷 我沒看死神 我就說我只看了 看了大概十集而已 漫畫單性門十集 開玩笑的話我沒爆雷 怎麼可能有boss就被一個普攻一刀打死 你在開玩笑的吧 不會這樣設計啦 我亂講的 好啦 打完了 我們今天是這個正版授權快篩喔 我們並沒有覺得人家正版授權是負面的意思好不好 我們只是要篩正版授權的遊戲 我們沒有任何批判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覺得有批判到你們家的遊戲 那我只能說無惡意 我們今天玩的就只是 這個遊戲是正版的IP授權好不好 我們AJ最喜歡跟正版的廠商合作了好不好 那我們開場先開一個投票喔 死神到底好不好看 因為這個我們今天也要篩這個死神的正版授權手 那因為喔 碧人我等我看到 剛知道藍染是壞人 然後朽木露奇亞要被這個處死 然後被救下來 我就看到這邊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個後面到底好不好看 我每次問說 死神後面到底好不好看啊 所以我要去補嗎 幹 超多人都跟我說不要 這一次我又辦了一個投票 我們目前有326人投票喔 67%是這個好看快去看 另外33%是真的別看喔 死神評價還是蠻好的 大家應該還是蠻喜歡的 我只是好奇 大多數的人到底是覺得好看還是不好看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進入我們的正版授權環節啦 先來玩這個 小時候的童年 勾勾 Power Ranger 金剛戰士 這也是正版授權的一環沒錯吧 有主題曲就贏了 這個主題曲是真的屌 這個年輕的小朋友肯定不懂吧 當年這個金剛戰士是多麼的香艷刺激 好 讓我來看看 動作要能量 OK OK 所以它是一個卡牌遊戲 嗎?這樣嗎?是這樣的嗎? 跟我想像中的有點不一樣 喔幹 好古早的畫面喔 水喔 好色 我也覺得有點色欸這個 這個小琴好色喔 真的是一個打牌遊戲欸 嗨呀 我要被敲爛了 欸 我居然第一關就打不過嗎? 不是吧 這個遊戲會不會教學啊 欸 欸 不可能吧 它是幫我鎖血是不是 不然怎麼剩一滴 欸 這個遊戲是不是不會設計啊 第一關就這麼難 這就是我要的啊 我就喜歡這種感覺 尾格鬥真猜拳 它是剪刀石頭布嗎 那是有點沒有玩得很懂 沒有 我知道它中間有cost啊 但是它有時候有一些牌是可以連招 紅色的可以連 喔 銅色的 就隨便按 哇 還有PVP系統 讚喔 有PVP系統是好遊戲的開始 立即加入VIP 一個月640元 可以獲得綠衣戰士 V2隊長和湯米隊員 完美的吧 所以這是一個全PVP遊戲 怕爛了 說好合體的 欸 所以有召喚機器人的環節嗎 我玩金剛戰士就是要合體的啊 欸 我不是防禦嗎 替身能力 欸 嘿嘿嘿 欸 我的替身 欸 完了 完了 小琴去吧 射他 欸 喔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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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我好像 找到一丁丁了去 這個應該是電腦啦 其實好像有一點點好玩 在那邊拆招 登陸解鎖 大型機甲 幹 我的大型機甲呢 還有什麼 上鉤拳 唉呦 新角色 那麼 凱特 喔喔 他旁邊還有寫他的系列桌 Power Rangers Wild Force 這個是不是電影版的 電影版的那個幽冥女王 啊 我以前最喜歡這個啦 這個綠衣戰士 大鳴 欸 這是用古早的中翻欸 以前我最喜歡他 他後來變白衣 當年有長得這麼正常的角色嗎 白衣版大名 超帥 劇場版就是 湯米奧利弗 結果不是用當時的這個 台灣版翻譯 以前有長得這麼正常的反派嗎 Power Rangers Space 應該是後來再說 有一些應該是日本的吧 我這有看美國版的 不知道怎麼叫機器人出來 日版的女幹部都是SF 好喔 都沒看過 太老了吧 這是年輕人最流行的欸 欸 紅衣戰士 這個是經典版的紅衣戰士嗎 太棒了吧 英傑 太讚了 這個才是原汁原味 這個穿著酷酷鋼鐵人鎧甲的 給我走開 欸 不讓他走開嗎 為什麼喔 我為什麼不能叫這個 叫這個鋼鐵人給我滾 我才不要這個酷酷的鋼鐵人 幹 怎麼會 好氣 喔 喔 要抽到是隊長是不是 啊 他的邏輯是這樣 這次要是這個 比較大的 有這個亮亮 有這個比較特殊的邊框 幹 原來是這樣 喔 我要抽到這個版本的 所以其他的那個有點類似 禮裝這樣 怎麼好像有點樂趣 上面是機器人 啊 真的嗎 我剛剛沒看到 欸 欸 靠奧 喔 幹 我剛剛以為 was左邊的 啊 我被爛打爛了 靠夭 哎呦 欸 我為什麼是魔術 喵喵喵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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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擋到嗎 這根本能擋嗎 救命啊 沒了 還不錯欸還不錯 有點樂趣的遊戲 大獸神在哪 喔這裡 要進行十場戰役才是解鎖好吧 紅色是克藍色牌 顏色是有香克這樣子 完了今天感覺又沒玩到幾款正版授權 玩一款玩太久了 要先把對手打殘才能召喚機器人喔 是這樣子 有點酷欸 這個遊戲其實有點酷欸 而且我看圖鑑也看得還算開心 這個好帥喔 這真的是很帥 完了 好多東西要解鎖 看起來就是要花錢花時間花資源 這個是他沒有穿戰士裝的 金剛戰士陰性50%陽性49%218人投票 哇一半一半欸 居然是質疲 我原本對這個遊戲完全不齊不帶欸 結果居然持平 我還蠻意外的 好啦 來請 先玩這個正版授權的這個灌籃高手 請問這個有塞的必要 幹你怎麼不講前面一大堆遊戲有沒有塞的必要 你為什麼不幫他說話 為什麼只替這個說 哇靠 這個遊戲是剛開服你 太誇張了吧 這個遊戲出那麼多年還滿的 還可以滿 我聽說評價還不錯啊 但我不知道這麼誇張 好奇是很pay to win 是不是欸 太情懷了吧 太棒了吧 這肯定是要聽中配 我跟你講 今天 我覺得是不會換日配的 這個除了中配 就只有中配了 我七龍珠也是都聽中配長大的 灌籃高手肯定也是聽中配 不喜歡運動煩惱 那是可惜啊 沒事 每個人都有喜歡跟不喜歡的東西 像我也不喜歡看那種 機器人戰鬥啊 或是軍武戰爭片 這類我也都不看 怎麼有看水星魔女 啊就工作啊 啊不然呢 啊就工作啊 什麼這遊戲還活著 我剛看超級多人玩 來來來來來 我是誰我在哪我在哪 我是誰 我看不懂 一堆人擠在那邊 其實老實講 我第一次玩這種三打三人球遊戲 以前有一款很紅 叫什麼freestyle 但我沒有玩 玩的不是很懂 以前也有跟人家玩過什麼 NBA2K啊 之類的 我玩那些NBA2K 也就是 選一個角色 一直擠進去上籃灌籃 找到空檔外線投籃 我也不知道 什麼樣子比較有機會中 什麼樣子能切進去 其實我也看不太懂 這個角色的數值是怎樣 然後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 的效果會比較好 我玩這種遊戲沒什麼概念的感覺 跟玩一般動作遊戲的邏輯 好像不太一樣 以前也玩過那個什麼 WWE啊之類的 我也是玩不懂 我覺得我的運動類遊戲 都是玩得有點 我覺得真的是有一種 玩不懂的感覺 雖然他好像看似很單純 但我會想要知道說 我怎麼樣做是 合乎這個遊戲邏輯的 現在年輕人認識他嗎 幹 這個就是賣給老人玩的啊 欸 我要怎麼偷籃 小人物上籃 這裡可以小人物上籃 可以喔 喔 他是不是有寫命中下降 所以他會很明確的告訴我 這個數值命中下降 OK 有了 OK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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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像還行欸 天才啊我 這個打電腦其實還還還還不錯 還不錯的遊戲 而且有中配 非常的開心 而且他這個要出劇場版啊 明年 台灣應該是明年一月上 是不是 打完他就會受錯 沒有錯 所以我們就玩到這就好了 對手遊的接受度 一天比一天高 我跟你講 你玩了快300款手遊的時候 你也會變成這樣 喔 角色養滿剩下才在操作 所以你角色沒養好 你是沒辦法跟人家 站在這個同一個起跑點的 養角色也蠻貴的 好啦這個遊戲 簡單體驗一下就好 很完美 這個未來如果有工商 還是可以找我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灌籃高手的 非常棒的作品 灌籃高手slam down 59%陰性 40%陽性 220人投票 優質遊戲啊 不錯 記得找我工商啊 先金剛戰士後灌籃高手 今天是回憶快摔嗎 欸真的差不多都是 我小學幼稚園在看的東西欸 不過灌籃高手 我是長大有在重看一次 我覺得長大後重看真的是 真的是很感動喔 我覺得灌籃高手真的是很好看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是比較年輕的觀眾 你真的沒有看過灌籃高手的話 還是真的非常推薦 可以去看 他現在看應該還是很好看 死神 Brave Souls 攻傷死神 VS死神 什麼攻傷死神 不要亂講 我們攻傷的都好好的 死神我有看喔 我知道 這個是主角嘛對不對 他的臉就會變成死神喔 你看沒有亂蓋你吧 我就說我有看死神齁 你看你看他拿刀了對不對 你看 什麼我沒看死神還是有看過的 這個是摺田崗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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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還是知道日翻古東師郎 基本上都戰敗阿 跟他打平手的人都會死 日翻古東師郎的詛咒 可以選一個 那我選大的 你看我知道誰是大的 你看吧 不要再說什麼 我暈死神好不好 我還是知道該知道的一些事情的 日殺戟 日殺戟是哪一個 封面寫 初代鬼殺隊 哈哈哈哈哈哈 這款算是評價很好的嗎 我這麼問 並不是覺得他不好玩喔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死神最有料的就這款 真的假的 還可以啦 六中年喔 你看 那也是還行啦 體諒他是六年遊戲 這款是九寶待人監督 不是我跟你講 哪一款正版授權IP 作者沒有監督的 每一款都寫作者監督 廠商把打到一半的工商信收 作者還有幫忙畫卡圖 是真的認真經營 抱歉抱歉抱歉 誤會了誤會了 他補完很多角色是不是 沒有啦 不會官服 人家活了六年健健康康 你們不要在那邊亂講 補完角色設定 還有額外劇情 那是真的有料 過去六年沒碰到傑哥 之後就付一定了 碰到傑哥 一定是更棒更好 你說對不對 漫畫的遺憾 在這裡補回來 有這麼誇張喔 那看起來 真的粉絲應該都要好好玩一下 漫畫很多伏筆 都是用小說補的 但是這款遊戲都有 喔 人家活六年 健健康康 傑哥為什麼要害人家 幹不要亂講 什麼害 千年血戰動畫 可以說是這款遊戲養起來的 哇靠 那這款遊戲真的是了不起 所以我就說齁 你這個手遊賣的好 有些動畫還是有機會再出二期喔 一部動畫會不會出二期 也不是一個單一原因喔 也是很多原因 有時候BD賣的好就出二期 有時候BD賣不好 他還是會出二期 甘霧妹小埋 他就是周邊賣很好 他BD好像也沒賣特別好 手遊特別賺錢 不過手遊賺得不錯欸 也是有機會的 幹之前還有人講我唬爛 幹就真的有齁 灌籃高手三王篇 灌籃高手也是嗎 真假 因為那款 因為那款手遊 那款手遊當時是真的蠻熱門的 剛剛他也在BD賣超爛 靠模型才有情況 剛剛一直以來都是賣模型 欸還有別的玩家 跟我一起玩遊戲 這麼快樂的嗎 每個動畫都用每個動畫的商業模式 他有些動畫他可能就是 靠賣BD 有些動畫可能就是 靠賣模型 千年血戰篇 免費召喚 超 優哈巴赫 他不就是大BOSS嗎 我知道嘛 他被腰斬啊 對不對 你看 我就說我有看吧 什麼我都不知道 還是知道一些東西的 哎呀什麼爆雷 沒有啦 沒爆雷 幹我沒看 我沒看死神 我就說我只看了 看了大概十集而已 漫畫單性門十集 開玩笑的話 沒爆雷 怎麼可能有BOSS 就被一個普攻一刀打死 這開玩笑的吧 不會這樣設計啦 我亂講的 不會有人一部漫畫演七十集 然後最後BOSS 普攻一刀砍死吧 跟你隨便講講你也信 臭懶酒跑把工傷籃下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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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沒有臭沒有臭 人家一定是有想清楚才會平砍好不好 你們以為這亂演 這一定是有想過的結果 他是被籃籃捅一刀的那個對不對 你看我都記得 就說我沒亂蓋齁 神還是略懂好不好 好我們當然要挑一些看起來香香的圖 這個亂局嘛 我記得 非常的記得 這樣子也比較方便 不錯這個遊戲不錯 這樣子拿來做封面很棒 他這樣全圖做封面超方便的 有料 需要先準備來做封面的素材 這個是不是看起來色色的 我感覺到了 欸 你們最喜歡的 什麼想萬劫 這張看起來就有料 你看是不是有想清楚的遊戲 喔這可以耶 這個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們兩個在一起 是我我也選 我也選隻雞喔 這個誰不選隻雞 怎麼能不選 好啦 感覺我們今天重點都有玩到 這款死神看起來是真的蠻好玩的 泳裝是手遊的基本 沒泳裝才奇怪吧 跟秀哥道歉我也是知道的喔 這個梗 畢竟很常出現 啊對 兩分鐘便可結束 這我也是懂的喔 略懂略懂 有料 梗都知道但沒看死神 厲害厲害 拜託 一堆人沒看啾啾也是整天 喊的滿口啾啾梗 知道一部作品的梗 這個沒什麼大問題喔 一堆人說的一口好啾啾喔 完全沒在看啾啾 我說的一口死神 沒看死神 也是沒什麼大問題的吧 欸任牙我至少有看完 欸我好像也沒看完第一部 哎呀沒差啦 任牙梗大家也是一直在用 每個人都在那邊 本來我想大聲斥責 可是錢給的實在太多了 欸越說越覺得D是假宅 我本來就不宅阿 我本來就走在流行時尚尖端的草草 陪你們這些孤單寂寞的單機老人玩玩手遊 欸真的是以為我跟你們一樣欸 晚上還要跟人家出去喝酒開啪聊天阿 每天約都很滿喔 哪像你們 是不是還不知道自己跨年要幹嘛 大概又是要在家裡 一邊玩手遊一邊度過了吧 哎呀無意外 夜城 夜城倒是真的滿常去的 大招有3D動畫 好好好大家一直講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還有一個寶具動畫 好啦有誠意有誠意 他大招是平砍一刀嗎 看差度 兩分鐘便可結束 好好好好好 沒有臭阿我好奇而已 他剛呈現看起來就是這樣 我沒有在臭齁 我沒看死神我不知道 兩分鐘便可結束 聽說真死神粉 不喜歡千年血戰 沒辦法 我的頻道這邊都真死神粉阿 剛剛大家都推薦我要去看 差度打房 打房高手 差度 感謝你的貢獻 死神Brave Souls 78%陰性 21%陽性 422人投票 超高票 超高陰性 了不起 在我們正版授權裡面 非常優秀的一位之優生 大家好好學習 今天玩了很多好遊戲 那我們今天呢 手遊快樂就開始開到這邊 好啦 各位同仁 大家晚安啦 888888